你这干的是人事吗 晴晴 你太让我失望了 那郑光美什么人你忘了 她怎么对我姐你忘了吗 你这干的是人事吗 是啊 我都忘了 我被那个郑光美灌了迷魂汤 都是我的错好不好呀 既然对我那么失望 那分手好了 姐姐 都说分手了 你能跟着我干什么呀 您好 您好 麻烦把这些东西 交给三十六的住户 我们约好的 是给先生还是给女士呢 是 怎么还住个男的 对呀 那么多住这里 干什么呀 喂 喂 喂 报官员员 什么事 好 我知道 好 谢谢啊 这个啊 是 是 跟她们的 老大 是 你别喊了呀 跟你说家里没人 要不然你会让个东西交给管理员啊 你们俩通过话是吧 你告诉我 他们俩去哪儿了 这我怎么知道呀 他都让我盯着你 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都实话了 这你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 你怎么里里外外都不分 怎么那么笨 对啊 我就是笨 不行 我笨 你别理我呀 出来 有点不对啊 我这给你只能聊聊 女士们 先生们 新闻八报会现在开始 下面有景云集团 负责二号景云凉茶研制的 薛志刚先生做一个情况说明 我们最近发现 有些媒体朋友们 对我们景云集团 研制开发的新口味凉茶 有些适时的报道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此 跟大家做一个澄清 记者会当天我的确是晕倒了 但是不适合了我们 新开发的凉茶 而是因为在记者会之前 我误实了一些肝果类的食物 本人呢 是对肝果类的食物 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所以才导致 就是在当天大家看到的那一幕 真的假的呀 不会是发现了凉茶有问题 找的托词吧 或者说 这根本就是一出苦肉街 是 要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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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李总监 请大家安静一下 大家听我说 是这样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们的阿福良茶 并没有投入生产 和投放市场 所以请大家 不要对我们传统品牌 良茶的质量产生任何的怀疑 配方都差不多吧 这位老先生 我们锦银集团做凉茶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 口碑阿喜一致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老牌子管你 哎 人出问题就是出问题了 你找什么借口 你赶紧道歉吧你 您在这里无凭无据的 在这里不理取消 我们的小孙子 前几天就是因为 喝了你们一瓶不凉茶 他就大肚子了啊 可怜我那小孙子 他小小年纪 脸都长绿了呀 不是 这小孩子吃东西 不一定是喝了凉茶呀 而且有可能是吃了别的 什么东西呢 您就想要拿这些事情 来隔我们吗 我拿什么隔你不行 我非得拿我小孙子的命 不是 我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呀 各位 我是锦银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我叫郑广美 日前 锦银二号凉茶的风波 已经受到高层的关注 我在这里 向大家郑重的承诺 我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 停止新产品的研发的 怎么回事啊 您说什么啊 您有什么权用做这个决定 事情是你惹的 您想怎么样 您扛得住现在的局面吗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 就到此结束 放续的事宜 我们会再通知媒体的朋友们的 谢谢 哎 怎么回事啊 哎 什么回事啊 哎 什么回事啊 哎 你们别走啊 哎 别走啊你们 你们以为把记者赶走就没事了 啊 这不没事了这都 哎 老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啊 您孙子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小脸都拉绿了 那这样吧 找个时间 我去看看他 您方便的话 把您家地址给我 你是谁 李总 好久不见啊 我记得上一次见面 还是我们锦银集团 刚刚成立的时候 咱们都是做良长生意的 这么多年 生意上除非会碰碰 您心里多担待 今天见面 竟然能看到你们集团的笑话 这场面可真热闹啊 师傅笑话 您心里还不清楚 咱们做生意嘛 想求一个良性竞争 何必 潘大远 你可别忘了 金银集团 现在已经与你没有关系 况且 你又被扫地出门了 要闹 就把赵伯萱叫过来 老大爷 您放心 我一定会去看望你的孙子 别了 你别来 你千万别来 我都不知道你聊了在什么地子 来什么来的 咱们那里在外面做秀 云姐 这当中一定有人在搞鬼 这还有事吗 放心 我会有办法 你都不知道 先至刚今天表现得 有多么恼羞成怒 气急败坏 结果怎样 还不是被我给搞定了 不是啊 你管得那么多 那么多 如果人家表现好的话 你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我问你 钱现在转了没有 我今天查了一下 公司的账上 都不到一千万呢 要是知道只有那么点钱的话 我们当初有何必 费那么大的力气呢 这么大个公司 就这么一点点钱 还不都是薛志刚 是想让你来 那个家伙闹的 现在一出事 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扬的 所有的代理商 都不敢按规矩结账了 不是你说什么 这不是陈火打劫吗 这些人 这在法律上是不行的 你还有脸跟我说什么法律啊 代理商全部吵着要退货 我们的钱都要不回来了 怎么办呢 我就不相信这么大公司 连点别的流动资金都没有 锦云集团就是这样 这段时间他们的销售业绩一直都不好 所以一直都是靠着广告成长 要不然赵伯萱 他也不用急着开发新产品了 你懂吗 行了行了 行了不要跟我说这些我不爱听的 看我问你 凉茶这个老品牌 现在应该会值点钱吧 他还值什么钱呢 他都喝得让人家拉肚子了还值钱呢 这都是误会啊 傻子都明白 早不拉你晚不拉 偏偏挑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呢 你想想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干嘛 我说他不值钱 他就是不值钱 他就是不值钱 什么全都让我们改了 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事 现在突然间出了这么大一场 怎么办 我现在真的怕这个事夜长梦多 好了好了好了 差不多就行了 别跟我说这些 我都烦死了 你都不知道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有多辛苦 我真的觉得很烦 我只要一回到家 老太大她就问我 广美啊 博萱她今天打电话回来了吗 我真的很烦 你要我怎么回答她 说多了怕她起疑心 说少了又怕她不相信我 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哎呀 啊 啊 美啊 现在这个事啊 撑不下去也撑了 我这事完全就是拜托你了 你想想 我们之后美好的一些生活 嗯 嘖 所以现在再难也要撑 老太太很好对付她 凭你的那些本事 没问题的 小卡斯嘛 老板 老板 你好 是是你好 回头再让人给你送些货过来 到主上都登了 谁也敢喝啊 这老板就是小新年人 你说这没人买 东西本来这边 不是 哥姐那这地方也是谁的 哎哎哎我接个电话 快看一下 哎 哎哎哎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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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都看到了吧 事实可就摆在眼前 我跟你讲啊 我不同意你去管赵家这开事啊 我不去管他们的事 我去看看 有看什么看呀 你现在去看人家 人家还认为你去看笑话 何苦啊 可我要不去看 我心里不安呢 我什么不安呢 现在小转就在你这儿 不怕啊 啊 早知道是这个样子 我都不能同意你去 帮什么治刚 搞什么新凉茶的事 你放心 早就回来才会动你吃的 我看你就回来没吃啊 哎 姐 姐 妈 工商局已经发话了 要求我们停产整改 后续处理还没出来 完了完了 完了 完了 那我们被连超生意起不出完了 还有更严重的呢 代理商已经开始往回退货了 待会儿结果回来 账面上就渗不到一千万 这些麻烦就大了 难道 我们博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下 就这么完了吗 书会至高 我问你们 这些天乱糟糟的 你哥哥会不会出事啊 都那么长时间了 他连个电话都没有 也不见人回来 你哥可不是这种人哪 妈你先别急你听我说 说实话 我们已经早开始怀疑这件事了 所以我跟众志一直在查 郑王美啊那些邮件 根本就不是从我们市里 一个叫万锦豪亭的地方发出来的 根本不是从美国发的 万锦豪亭 不是从美国啊 大哥岂不是胸多极少了 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你也别急 我们都只是推测而已 而且我不是跟众志一直在查这事吗 只是我上次进了医院 这不是全都也乱了吗 还有 现在这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郑王美和汪洛军 可是我们没证据啊 也不能拿他们俩怎么办啊 照你这么说 我儿子肯定出事了 这该怎么办呢 老婆你别哭啊 老婆你别哭啊 你看你这一哭你把妈带的 你 妈 怎么在哭啊 广妹 你回来得正好 我问你 博轩在美国到底干什么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 连个电话也没有啊 人也不回来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不顾不论的 他到底去哪儿了 你是最后一个见他的人 你告诉我 孙光美 你快说 把我哥藏哪儿去了 你们别担心 妈 不信他没事的 他就是 在美国忙厌恶的事情啊 你拿这个话 堵了我这么久了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要亲自给他说话 妈 我也给他打过电话了呀 可他就是不接 我有什么办法呢 妈 妈 那我打 你好 听说 您怎么了 电话已关起 妈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每天都打了不下20个电话 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 还说什么 他不接电话 喂 博轩他确确实实就是在美国忙业务的事 他只是手机关机了 他跟我约好时间 他过一会就会打过来的 好了 好了 别说了 只高 淑慧 这两天你们想办法去一趟美国 把你们哥找回了 好可怜的儿子 你们快去开门 开门开门 老太太 小卷的妈妈来了 伯母 您姐 有什么事啊 伯母 我先来跟你说说锦银集团的事情了 如果商家对我们的产品没有信心的话 锦银集团都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甚至有可能倒闭 这还有你说吗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全部啊 都要拜着薛大经理所赐 别插嘴了 让大云说清楚 伯母 我想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必须有人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能就这样袖手旁观 大云 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 眼下能出头的也只有薄萱 可现在问题是他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他一点消息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消息呢妈 他不是一直都有新邮件发来的吗 你还好意思说邮件 你不是说薄萱刚才美国吗 明姐 我和众志查到 那些邮件全都是从本市一个叫万景豪亭的地方发出来的 根本不是从美国发回来的 万景豪亭是什么地方 郑小姐 这到底怎么回事 薄萱跟你一起去的美国 现在你人在这儿他在哪里啊 你有什么问题啊 他是我老公 他在哪关你什么事啊 他是你老公 他也是我女儿的爸爸 他要有任何的危险 我也不会放过你 伯母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身份 我不应该管这些事情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牌子到头 我相信就算薄萱在这儿 他也不会袖手旁观 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 喂 易勇完没完呢 你跑到我们家里胡说发道写什么呀 别说了 妈 我才是您的媳妇 你不听我的话 听一个外人的话呀 大云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我会处理的 凉茶的事 薄萱的事 我都会放在心上的 妈 你 好了别说了 伯母 那我先走了 好 姐 我跟你说件事啊 琪琪和郑光梅扯上关系了 对 这怎么可能呢 郑光梅给琪琪买手机 买衣服 还给她找了份工作 目的就是让她监视你和我 琪琪不可能干这种事啊 不信吧 我一开始也不信 那天我去办警华亭我碰着她 她当时跟我说她要把东西还给郑光梅 那个管理员还跟我说 说郑光梅 我还在郑光梅的房间里边 还住了一个男的 我想肯定就是汪若军了 你说这个郑光梅现在都玩这个 家外有家 赵伯萱怎么那么窝囊啊 不对 这件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那个万锦豪定在什么地方 你带我去看看 姐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跟志刚盯着呢 等有证据了我再跟你说 我不能不管 我必须去看看 现在博轩人在哪儿根本不知道 她到底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还是她根本就出事了 志刚 嫂子 志刚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和众志商量好了 我们要轮流在这儿值班 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线索 郑光梅来过这儿吗 她来过一次 那男的就住在这儿 来 要不 我们上去看看 好 走 一人这边 一人这边 我一人这边 你又带我到这儿了 你又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还差啊 我们先退下 你好久都没回来 我进了家你才知道 真是 正广美汪乐军 好啊 对我哪个正将 起开 你们 你们俩把保险哥藏哪儿了 什么藏哪儿了 这是我家 赶紧给我出去 你们在找什么呀 干嘛呢 郑光美 我在找赵伯萱 伯萱在哪里 你还真有意思啊 你跟伯萱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找他干嘛 就算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郑光美 你别跟我弄拉西车的 你今天不告诉我伯萱在哪里 我马上就报警 你别忘了 最后一个和伯萱在一起的人就是你 你干嘛 威胁我呀 行了 你们赶紧给我出去啊 不出去的话我报警了啊 四闯名宅你们 出来 报警最好啊 我倒真想看看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郁姐 这房子就这么大 一眼看穿 好像人真不在乘 那不咱们先回去吧 我给你给我说 你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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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用了 你怎么 Tay Львин 我都没想过 你先走 少子 看来薄薛哥真的不在这儿 这下麻烦给他 那薄薛能去哪儿呢 还会有什么可能 你别只顾着抽烟 你说句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他们都找上家里来了 一定有所怀疑了 要不 我们把你千万转走 然后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好不好 喂 你说话呀 这样吧 我们做两头准备 你先把钱转过 然后赵家那边 你想办法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实在不行 就跟他们说赵国家在美国生病 你也是刚刚知道的 我 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结束了 我跟你说 您说什么 没事 我知道 我儿子 可以 遥靠你了 可以 好的 好 好 你一个人在国外 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啊 妈 你就别哭了 如果哥真的是安全的 那就是万幸 他在国外也不会没有人照顾他的 等公司的事情高于端落了 我就跟志刚去找哥家了 我怎么不担心呢 你哥哥的身体一下都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广美 妈真要相信你了 你说老实话 你跟伯萱在美国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妈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伯萱她本来说好这两天就要回来的 可是没有想到 她突然病倒了 我也是刚刚接电话才知道 她工作太累了 不过她现在已经苏醒了 一切都平安无事 您就别担心了 志刚淑辉 你们都听见广美的话了 你们赶快想办法到美国去把你哥接回来 广美啊 你是赵家的媳妇 你是伯萱的老婆 我想 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妈 我是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上面的业务 我也都很清楚 你就安心地交给我吧 妈 你可千万别太放心啊 到时候公司将来成个空壳 伯萱哥还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呢 喂 你脑子有问题啊 公司上面的业务不交给我 难道交给你啊 怎么着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的血液都升高了 妈 你就别再着急了 送你回房间去休息休息啊 郑光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你就要给我注意点 不然你想怎么样 有什么话我们到外面去说 别在这里大声嚷嚷 行 说去外面就去外面 我看你能说出什么好话 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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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搞什么呀 你难道不知道我才是赵太太吗 赵太太 那是你自己的人物 我问你 你最近和汪洛军到底在搞什么 还有 公司有大量资金外流 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你头脑简单 还真不是普通的简单呢 博轩在美国住院不用花钱啊 难道说 这些钱全都流到我的口袋里了 不是的 你都不知道 我全都是为了公司的业务啊 那么容易 买惊 这些买惊 人家的许多 我还是一样的 帮你去看 只有你做什么 让我怎么回答 你可要是怎么回答 你也不懂 你也不想就知道 我过去了 你也不想 我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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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你好 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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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想 做点有意义的事了 比如说化解公司的危机 虽然你是伯萱的妹夫 但我可没他那么好说话 我想开除你 我就开除你 因为我才是现在的董事长 明白吗 你那边怎么样啊 老太太那边倒好说 只要把美国的传真给她看一下 再当她的面打个电话 她就相信了 相信 那她没有逼你去美国 照顾那个照顾员 没有 而且 她还把公司的事情 全权交给我处理 你说 咱们是不是离胜利更近一点了 没有 还有 那个薛志刚 她会这么甘心地当你的下属 她当然不会 但是 我们只要时不时捏她一下 让她灰头土脸 我看她还可以嚣张到什么时候 不错 我这头呢 我也给韩大云抛了个烟雾蛋 是赵博薛 我估计她现在满脑子全都是赵博薛 她一定相信 那你说 我们的危机是不是过去了 算是吧 不过 你现在是锦银集团董事长 平时要摆摆董事长的架子 至于什么 凉茶的那个事 还有赵博萱的事 就经常给他们赵家的人演演戏 这不是你自己最善良的吗 孙大爷 孙大爷 你怎么找到这儿呢 我听说您跟您孙子藏在这玩 小朋友来 送您一个灰太郎 我要灰太郎 我要灰太郎 你跟你讲 不要 我要玩 还给你 小孩子喜欢吗 你就让他玩吧 你这女人 真难缠 我跟您说呀 我跟你说呀 我跟你真的是 没有什么可说的 没事啊 孙大爷 我只想跟你说几句 那个说的旧码头 只有我们老韩家一家买凉茶 我就是老韩家的大女儿 韩大云 老韩家的 女儿 老韩家的 我们家的凉茶 是不可能让人喝了拉肚子的 所以您孙子 他生病一定是有病的